你能见到驻向飞向 这一切现象是什么呢 刚才讲的 刹那 生灭 相似相续向 没有一样是真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你还会有执着吗 你还会动个念头 想控制想占有吗 为什么不会起这个念头呢 因为它是空的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我年轻的时候 《大般若经》看了一遍 六百元 我总结我的心得 就十二个字 释迦牟尼佛22年 所讲的是什么呢 跟我们讲的一切法 无所有 鼻竟空 不可得 你真懂了 不但一切这个外面境界 你不可能起控制占有的念头 对自己的身 对自己的心 这个念头都没有了 身一行世界 都是幻想啊 都是飞翔啊 万法皆空 告诉你 这讲到最后 真正明信见信了 因果也是空的 可是佛法里面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对谁说的呢 对没有见信人家的 只要你没有见信 你就有因有果 见了信就没有 见信你见入来了 见入来了 你沉了入来了 也就是我们在华言上 常常讲的 什么有因果呢 设法界不利因果 设法界里面的佛 还不利因果 为什么 他没能转世成职 他提示 向上一走 转八十 成四至 因果就没有了 其实 我们将因果报应 直于设法界 设法界里的佛法界 向上一走就没有了 向上十 祝佛如来的 十报 专业图 我们要问 十报 专业图 还有没有用过 有 怎么会有 无师无名 习气没断 谁才有 还有四十一瓶 无名 那个无名是无名习气 这讲清楚 四十一瓶无名习气 无名断 无名不断 他出不了 是法界 无名断了 是法界没有了 无名习气在 所以还有十报 中 习气断了之后 是暴徒没有了 完全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因果没有了 那真的没有了 所以我们晓得 万无 能生万无 能生的那个因 就是因念不求 那事情 就动了这个念头 极其微细的波动 我们 没有办法发现 不但我们没办法发现 在经上跟我们讲 确定菩萨 都感觉不到 那 拔地一声 感觉到了 原叫拔地 他发现了 拔地九地 十地 等觉妙觉 这五个谓次 知道 所以叫 无实 无名 无实 两个字好 无实什么意思 那无名也不是真的 所以你别以为 十报庄严徒是真的 没这回事 十报庄严徒 也不是真的 凡所有限 皆是虚妄 佛们又说 十报庄严徒 例外 没有这个假法 所以连 祝福如来的 十报庄严徒 也是希望的 不过他里面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也没有起心动力 这个真是厉害 他有能力 给受法界 一切众生 感应到就 不要以为 我们起个心 动个念 没人知道 那你就大错 才错 你看 这个宇宙缘起 它的作用 那个音念动了 就是在 子性里面 变现出阿赖耶了 阿赖耶是旺行的 旺从真起 那他不是真 但是他一真而起 这个宇宙缘起 在读我 中文字幕 是宝贝的 是宝贝的